再來我們關注在昨天下午 這消防員促進協會是集結在凱當上 表達訴求 但是卻跟警方爆發了激烈推擠衝突 而警方隨後是公開了密錄器 陳情當下是合理制止衝突擴大 那所現混亂的場面是沒有持續太久 而這國商會照原定計劃 在晚上八點是進行 而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他仍也到現場了 來簽署這承諾書 來支持消防組織公會 男子情緒激動被壓制在地 警方試圖安撫避免衝突擴大 國慶日前一天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 在凱盜聚集表達訴求 卻和警方爆發衝突 長命一度失控 消防員甚至直接拔車開進管制區 不少成員持續跟警方爆發激烈推擠 現場情況相當混亂 也引發暴力爭議 但警方公開密錄 氣還原當時情形 混亂中 一名消防協會成員不慎跌倒 當時站在旁邊的員警 隨即縮回腳 就是怕踩到他 索性衝突沒有持續太久 冷靜下來後達成共識 國殤晚會也在晚間八點正式開始 但是我們舉辦這個國殤日晚會 其實是非常難過 非常非常的難過 晚會現場沉重哀氣 舞台上拉起 消防員不調 消防權益協會成員紛紛上台喊話 而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也親自到晚會現場力挺表態 給出承諾 我是支持消防人員組織工會 可以告訴我們第一線人員的 權益的需要 對執政者來講 不能當視為是洪水猛獸 強盜支持消防員組織工會 呼籲執政黨不應該把工會 當成對立面 賀文哲更直接在現場 簽署承諾書表達堅定態度 國慶日前的這一晚 消防員上凱道舉辦國殤晚會 表達訴求 希望消防員權益能獲得重視 殉職悲劇 不再重演 記者做不到